12月31日晚,加拿大埃尔德里市民众聚集在市中心的公园,观看盛大的烟花,共同迎接新年到来。 现在是2009年的最后一天,也是加拿大埃尔博塔省埃尔德里市的灯火节的最后一天,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里的市民是如何度过今天的最后的时刻。 尽管夜晚气温很低,达到零下21度,但是来到公园迎接新年的人们仍然热情不见,很多人提前赶到公园里狂欢和欣赏五光十色的灯火节灯展。 9点整,烟火表演准时开始,随着璀璨的烟火照亮夜空,人群发出正正欢呼,节日气氛达到高潮。 新唐人记者蓝旗十元埃尔德里报道。